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29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实作教学答语 好 张医师我们现在就开始 老师现在提问三有一个善性的问题要请教老师 我们最近性伤里面有很多都是在问善气 那这个患者呢 他善气有四年 那因为心脏不好 他也装了心脏的起泊器 有时跳得快 有时跳得慢 所以医院就没有给他做善气的手术 按推的时候呢 上背部全部都是痛点 按完呢 也好一点 那走路稍微速度快呢 那心脏又跳得很快 上臀部呢 有一个痛点 下臀部和肩衰呢 都是痛点 按完呢 是舒水 那目前有给他内热源 那么外热源也有给他涂姜本泥 还有加上红豆袋 温敷 还有随脑毯 那运动呢 他有做甩手操 每次一百下 一天做四次 俯卧撑每次一百下 那每天四次爬楼梯 每天爬二十八层 请问老师就是调理善气 最终这个小肠能不能收回到腹腔 请老师答应 就好像症状能不能好 你第一个原始点它是处理体伤 也就是如果体伤好了 热源也够 很多身体制衣功能 它就可以完全恢复 那如果按推都到位了 而不能就是善气不能改善 经过半年那才是男子之病 那就要从果结症 那我认为一般如果做到位 一般是可以恢复 那不过善气还是要看轻重的 第一个患者的体力够不够 如果以这位患者来看 他心脏也不好 有时候跳得快 跳得慢 这个确实是也是要小心的 那在处理上 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患者 再谈善气如何处理 那个善气是局部的 但以原始点的诊断 一定要先诊断 这个患者是轻症还是重症 很明显是重症 那重症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所以这时候我的建议 那个背部啊 整个背部 上背部也一样 因为他有心脏的问题 最好还是一样要涂姜本 然后脊椎两侧还是要按推 但我看他都有按推脊椎两侧 因为他说上背部全是痛点 按完后有比较好 但这是解决大开关 也就是他可以帮助心脏的部分 那至于那个善气的部分 因为他已经跑出来了 有一点像撞 异常形态 也有一点像组织受损这种感觉 那不管撞或是异常形态 以原始点的角度必属患处体伤 你要处理善气 一定要再患处找痛点 但我整个看下来 所有的处理都没有再患处 就是从他处还有下臀部间椎啦 那现在间椎已经都去掉了 也不用再按间椎 这个可以看 那个我们最新的资料 也就是上臀部跟下臀部就好 然后这些都是大开关 你患处的开关一定要按 那患处在哪里按呢 比如小腹啊 甚至因为你连心脏都不好 我建议是整个腹部 然后下来涂浆粉泥到尺骨下沿 然后连腹骨沟这里也都要涂抹姜粉泥 那在涂的过程中应用手法把痛点找出来 以我的经验你在腹骨沟两侧找找看 尤其在膳气那一边应该会有痛点 那这个痛点一定要找出来 然后利用姜粉泥慢慢在体伤的位置 来回这样涂抹 那这样热炎就可以渗透进去 这样才会快 那你要不然其他做的都是他处 他处的大开关 但最最重要的患处你却没有处理 怎么会收回来呢 所以我的建议 这一部分可能你要再加强 如果不懂得怎么按 你看我们最新官网都有一些腹部的 涂抹姜粉泥的影片 可以作为参考 那自己按可能不大容易按到 如果能够请家人看影片慢慢写 或是找有经验的来指导一下 我相信对你的这个善气会比较有帮助 那其他的这些做法 包括运动种种我都觉得OK 但反而是最重要的患处体伤 你都没有去处理 这一点今后一定要加强 这是我对您的一些建议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的是提问4 请问溺水的急救 和一般西藏奏停的急救方式一样吗 请老师答应 这个问得很好 如果我们既然谈急救 也可能是溺水啦 也可能是吃东西噎住啦 也有可能就是身体有体伤 比如说背部有体伤 然后心脏突然间骤停啊 还有甚至头部有体伤也会 那以一般我们的急救 其实是没有分的 这些包括溺水也好 吃东西也好 或是饮食喝粮的突然间心脏皱停 或因为太劳累啊 种种 而引发的这些体伤 造成的人突然间触倒 然后昏迷 那所有的这些急救方式一样的 很明确就是只有从上背部 只要倒下去生死交关的时候 先从上背部按按看 然后这些急救的方式就是力道 一定要一次到位 就是不要说轻轻的 然后再有减路深慢慢进去 不用你就是手放轻松 然后用身体把工具带下去 直接带到深层 然后直接按 那如果有效一般两三分钟内 就可以救起来 所以我的建议是 只要急救 很多人都会问饮食啦 卡住啦 噎住了 还有这些溺水的啦 或是什么劳累啦 或是怎么样 他突然间倒下去 其实他的方式都一样 那心脏上背部按完 如果没有效 再按头部 所有的急救方式都是一模一样 跟我们书本上写的 所以原始点就没有分 是溺水呢 还是饮食出了问题的 就是处导 或是体力变差 或是怎么样种种问题 就不管这些 反正急救就是先从上背部 按完之后再从头部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 那个南京有做一个皮肤病 那个皮肤病也是蛮严重的 我们先放他 按推姜粉鱼的这段影片 先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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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gth 谢谢 谢谢 那我的建议是 这样刚刚看整个影片的处理 推不一定要强调速度很快 重点是患者能否承受 然后可以大家轮流没关系 因为一次五个患者的感受 你要他评估 到底哪一个案的有渗入进去 他很难评估的 因为各个部位都同时在被做 我是觉得这样对大家的学习 帮助不大 最好我的建议是 轮流做没有关系 但不要同时 然后患者因为同时的话 他承受能否承受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最安全来是 就是一个慢慢做 那你可以读比如说 分部位也没关系 比如说他是全身性 你就是先身体帮他做 明天来着重在四肢 这样也可以 那一天看是要一个小时 两个人轮流做也可以 我的建议是这样 那局部的手 四肢因为没有展现出 就是在香港培训的那个 就是还是要用手腕 腕骨直接顶进去 这一部分我没有看到 老师背部有 背部整个就有类似 我们香港在培训的 那我的建议就是速度 不一定要很快 但力道一定要渗透进去 那一般如果一天涂个一个小时 我觉得对患者已经有帮助了 那如果当然他一天回到家 家人又再帮他做一次也可以 一两次都没有问题 那至于四肢的做法一样 原理都一样的 只要涂就是那个涂抹的时候 力道要进去 我特别强调力道要进去 不要再表层这样涂 那至于姜粉泥要不要很稀 因为它干咸 我认为这个 其实现在做姜粉泥 我认为很多人做出来就是 呃 感觉干干澀澀 有些人做起来就很漂亮 就是很润滑 所以我认为不是稀跟融的问题 而是你做出来有没有很绵密 这个有些人有经验的 做出来我觉得既融 然后又很润滑 这个因为在基金会 也做过很多类似的牛皮血 那也没有说一定要用很稀 所以这个稀的问题我觉得 这个应该不是要考虑的问题 而是你那个姜粉泥 有没有做到很好 很润滑 好 让患者又疏忽 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讲的 按推的 哦 最好不要同时 可以轮流 但不要同时那么多部位 我觉得这个不是原始点 追求的这样的处理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要改进 好 我对这样的处理就做了这些建议 好 老师谢谢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分享 就是腹部姜粉泥自我按推的这段视频 我们放一下 姜泥图在上面 食料袋套进去 然后 这个叫做 不求人 腹部 按推 头姜泥 上骨骨下骨骨 从方位都可以做到 你可以坐着 也可以站着 都可以 现在肚子 热热喇喇的 吩咐起来 然后 等到 因为够深层 等一下你如果 在做什么事情 或者运动的时候 他还可以再呼呼起来 太好了 这么感谢 原始点的创始反正医生 也感谢 所有的义工们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 就是除了宝珠姐来帮忙的时候 后续就是会感觉舒服一点 但是这个腹部这个很寒 手去摸的时候呢 是跟冰箱里面的东西一样的冰 吃饭吃东西就 根本就是 没有兴趣 也还是不知道 空还是饱 就是勉强到时间就吃了 那么就是前两天才开始 用这个塑料袋套上去 那个球这样子弄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就明显的发现 肚子有感觉了 就是 会有肚子空想吃东西的 然后 也有发现就是说 人不会那么 分分成成的那样 一吃东西就分分成成的 就这么长时间 一个月了 没有什么感觉 除了宝珠姐来按了一下之后 有感觉几个小时 好像都还没有突破 然后 这个腰部腹部这个地方 不会没力气那样子 感觉人真的是精神很多 才两天哦 然后 肚子脏的那个感觉 也减少了 然后患量呢 就明显感觉 可以多吃点东西了 就是效果 你刚见影的就是这几样 因为我肚子这么寒 所以我的两只脚啊 一直软啪啪没力 然后我就发现说 如果这样 将你涂上去做干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总共三次 三次都弄好干了 我发现我的两只脚 有力气了 不会软啪啪的了 所以我做起运动来 我就发现说 我想做多少分钟 我叫人做多少分钟 这样子 然后我也发现就是 肚子因为这样的 将你生成的按推之后呢 腹部周边的那个骨头 整个旁边 我都有反应说痛出来了 原来都是没有痛的 就是保重节之前给我做的时候 也是痛很多出来 然后又去修复这些周边的痛 修复好了 而这一次我又这样做 它又被这样子痛出来 就是上腹部到胸口 这一条线上去 然后两个骨头在那个胃的两边 从到腹骨钩和起骨头 整个腹部旁边的骨头都会痛出来 骨头旁边的那些肌肉都会痛出来 然后还有腿部都痛出来 然后又要去修理 再把它将你涂上去处理几天 有的甚至一个星期这样子 我还有我记得 从6月17号那一天开始 我的下嘴唇整个里面 整个皮就是好像浮起来的那样 整个皮一样脱又不能脱掉 但一直没有处理好 那也就是后学院这一种方法 推漏腹部之后 这个症态都没有了 都很光滑的内壁了 下嘴唇的内壁 所以这个方法真的太好了 一经过做了之后 它可以维持几个小时 那个腹部是温热的 不会冰了 试想想看整个肚皮都是冰冰的 两只脚哪里有力气 哎呦我总算明白了 感谢感谢 感谢你们了 好我是这个部分分享是 谢斌学长那边的患者 请老师评一下 其实很好啊 我觉得原始点本来就是希望 最好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 这是最高境界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才寻求他人来帮忙 那他把原始点的原理就是涂浆粉泥嘛 包括整个腹部 然后他自己做球 然后用塑料袋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样肚子也可以承受 然后我看他还蛮用力的 确实可以按到深层 那这样连深层的体伤都可以解决 整个循环也变好 那他觉得情深很多症状都可以改善 我也觉得很好 也有一点神奇 那如果大家要这样做 我觉得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不求人这样更好 很多人确实涂浆粉泥 自己如果没有工具 这样推不容易推进去 确实要推到深层 一定要借助工具 好 我就说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刚好那个新加坡 CAM那边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老师 可以可以 那我们就让CAM来发问 好 那CAM你这边可以开始 好 老师那天我就遇到难题了 就那个乳癌患者 之前他的伤口的方面 周围处理了都变软了 可是他的伤口就是没有办法好 这是一回事 然后靠近腋下那里 他的那个就是说有比较深一点的硬换 那之前我一碰就痛 我就先处理他的那个整个 那个伤口爆开的地方的那个部位 然后发现就是说进展就比较慢 那我就试着往那个比较硬的 那个腋下那个部位那边按推 对 可是非常消耗他的润门 因为亲碰就很痛 那就花蛮多时间了 可是近期他最懊恼的就是整个手臂 肿的不可以啊 非常非常严重的肿胀 那我也尝试就是说先 他的他的胸部周围那边先跟他揉松 然后再往那个那个手臂那边 江粉泥按推 最怕的是我就是说 假如我手法有问题的话 就是说江粉泥按推不能够把润门带进去的话 他的那个肿胀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啊有拍摄一些视频让你看一下 我就是比较深层的按推 那还有哪里可以加强的 请张医师帮我点评一下 给我一点指示吧 因为滴里面对付出两条 晚上点减大的肿胀 让我擒学到一个ハッ 所以要利用 ladder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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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р i 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不能够放平 所以我们尽量的垫高起来 可是垫高起来又没有办法按 所以我的手就要扶着他的手腕那里 然后才开始按 暂时这个手臂让到他 已经导致他睡眠睡得不好等等的 他的患处那里的那些不适感没有那么强烈 反而是手臂这边的问题 然后当然他的患处周围那个腋下那边 是我第二个提问 现在他整只手就好像感觉是废掉这样子 没有办法视力 没有办法提起 现在也不能够放平 然后整只手就是肿胀 有时候那个手背跟手指就肿得很厉害 时不时他又肖 然后又肿 不过整体上整个手都是没有力 就他感觉没有办法控制那只手 然后除此之外他的其他的症状 患处周围那边 差不多腋下那个部位 腋下在他的身旁侧边 这个部位就比较紧风一点 除此之外他的那个那个爆开的周围 还没有没有明显的那些症状 就是这个肩膀到他的整个手臂 一直在让他非常的痛苦 好 我还是整体讲一下 这个很明显是重症患者 也毫无疑问 因为已经破裂了 然后第一个他会肿 一定是热能严重不足 然后这样的患者 原则上是以热炎为主 按推为服 先确定整个治疗方案 热炎当然是以按推浆问题为主 那整个的按推 我相信一般如果像乳癌患者来 包括水肿 我们的做法当然患处周围 那个乳癌那个患处周围 一定会涂浆粉底 包括腋下 那这些按法就是我们之前教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 那至于他整只手都快废了 然后无力 还是有体伤 那体伤就是他处跟患处 还是要都做 那包括就是我们的肩部 也是点好 还有整只手臂的按法 那按法的工具 我觉得洗清理用得还不错 其实以患者如果懂得轻巧 那他的面积又大 其实我还蛮喜欢用手肘 手肘不是用我们手肘那个骨头 是手肘你刚刚在按推 那一段后面那一段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然后他这里有骨头 一定以骨头这里去按 不要肉 肉贴肉那个没有效 我说如果要按推一定有一点骨头 骨头这一边是骨头的地方 那你这样整个靠下去 很容易按推到 然后面积也大 然后你可以掌控那个力道 就是不管他一定要垫高或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你要配合他的姿势 然后调整自己的姿势做出来 那手背骨一般是 网骨这样就够了 我看你有时候还会想用指节去按 指节以前我们好像 就是食指那个按两骨肩 那个应该是比较没有必要 就直接像现在这样网骨 直接去按就可以 那整体是这样按 然后他的体力 我看会肿到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像这种一定要注意几个细节 不是一下子要让它肿消了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想法 第一个要考虑他体力人口负担 一般当你体力 你在掌控的时候 用的力道越深沉的话 那时间一定要越短 记得我讲 因为太长他会受不了 会消耗更多热能 这个甚至有时候我会要求志工 如果像这种大面积 你一定是在20分到30分钟内解决的 因为他部位蛮大 你5到10分钟是不大可能的 但力道一定要掌控得住 如果力道很深沉的话 那大概时间也不宜超过20分钟 按推找的痛点 因为我看整个都在涂江的 没有特别找出说哪里痛 那个痛点还是要找出来 会这么严重 贪到无力 我说是不是在肩部原始点有痛点 或在患处上有特别的痛点 这个在按的时候请你注意 就是不要好像推过去 推过去有时候你力量稍微往下沉 测试看里面有没有特别的痛点 再帮他解决 或许效果会比较好 好 那在找患处痛点的时候 我的建议啊 一般乳癌爆掉 不要找太多 不要把战场扩大 只记得状或阻止受损 他的找法一定是在患处周围 不可能离太远 反而如果整只手已经影响到 举不起来 那个又有症了 不只状 状跟症都有 那症的找法就是要往上找 往上找有可能 甚至从脖子这里 肩膀一路找下来 甚至前面的这些都要按一下 看看有没有引起肩膀痛 让他整只手不容易抬 会痛的 这些痛点都要找出来 我的建议 但是因为我没有看到 你在找这些痛点 那原始点 反而按推 不管他处或患处的痛点 确实是重要 所以我的建议 找法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按推的时间不宜太久 尤其力道 如果要深层的话 然后善用工具 要不然你这样推会很累 如果可以的话 比如我说的手肘 这样连上臂也可以这样按 下臂 手臂的下臂也可以这样 那你就会省掉很多力量 那力道又可以进去 那姜粉泥最好是 涂的时候量比较大一点 我看好像你都薄薄的 事实上可以 那个姜粉泥要多一点 因为他整只手 就整个涂过去 然后你这样按 那个热源才容易渗透进去 这样来回两次左右 相信就可以渗透进去 当然一定还是以患者能承受为主 像你这样按就对 就是这样 包括下臂也可以 手臂的下臂也可以这样按 会非常省力的 那角度你自己站的角度 你要推哪个角度 有时候要站前面 有时候站后面 这样推上去 看哪一个比较方便 你自己你角度 你这样的角度非常好 看起来还不错 大概原则是这样 下臂也可以这样按 那他说抬起来 电动还是可以用手臂 那到了他的手背部的时候 那这时候用短骨会比较刺 我大概就建议这样 那喜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概跟你报告一下 就是通常还来 我都是背部的 那个姜粉泥先按吹 把热能带进去 然后我才按他的那个 一条脊椎 然后注重在他的上背部 跟他的肩部 还有肩胛骨内侧 他的左边就是患处的后面那边 痛点 痛点是一直都在的 之前有好一点 然后又更糟糕了 然后往他的整骨 整骨跟那个颈椎那边 上次你有提示过了 所以我都有招呼到这个部位 然后他的颈椎到他的左骨 左骨上面那个部位 那边有一个痛点 一按的话他可以感觉到 整个手臂非常的酸 就是说有联系到那个手臂那边 所以这些部位我都有跟他处理 老师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一下就是 因为他的痛点非常多 然后又碰一碰就非常痛 那我按下去 然后才慢慢的慢慢的揉开 他都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 那这样的做法 他也是感觉就是说很消耗他的润能 所以每做一件事情之前 我都叫他有补充内热源 然后我们的灯都有炸 都尽量的就是不要让他在消耗润能 可是那些痛点非常多 好像手臂我在按推的时候 其实他整个手臂都痛的 我的手这样下去 他是叫我 就是说他跟我配合 他说敢敢跟他按开 他知道那些都是痛点 所以有些部位我会停留久一点点 就是那个痛点 然后那个手指 手指方面他肿得很大的时候 我用顽骨跟他按 可是到了他的那个两个手指之间 我才用那个指部 想要就是说沉进去多一点 要不然我没有在用指部了 我都是在用顽骨 所以除此之外 就可能刚才那个影片 你没有看到我花多一点时间 在一些比较痛处的地方 可是就是这样按下去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 我自己也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好像很痛苦 我自己已经很注意就不用瞒你了 可是就全身都很痛 然后时间也也是要掌握 可是他很痛我又不可以一下子就非常深沉的进去 我就一点一点慢慢的沉到里面去 他就痛的不得了 我就会搓 就是说姜粉就搓去别的地方 让他缓一缓然后才回来 这是我的做法 那你刚才所讲的 找到痛点要在那边处理一下 这些我自己在想说我拿捏的话 也要他能够承受 然后那个 我现在这个影片看的是他趴着的时候 我就非常能够顺利的用我的手肘来按 那刚才他躺着的时候 其实他的手是完全不能够放下来的 我垫到那么高 我要用手肘的话 我另外一只手就好像刚才我用顽骨 我另外一只手必须要顶住他的手臂下面 然后我才可以用顽骨这样按 那我下次也是可能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另外一只手扶着 试着用那个手肘看按不按得到 是他翻过来就是说平躺的时候 这个手肘下就 上手臂没问题 可是下手臂就比较难 因为他其实他的手是不能够 这样子平躺的时候 手是不能够伸直的 然后这个手臂的问题 就是一定有塌处体伤 塌处体伤他肩膚那边非常痛 可是按完了之后 他的那个手臂的感觉也没有 没有缓和到 可是当然我们知道 有塌处也可能有缓处两边 就算是没有明显的那些改善 还是得按因为都有痛点 然后他的前胸那里 我其实有蛮多视频的 就是我不同角度这样子 可是要分享是非常的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你分享 因为可以看得到我在处理他的换处的时候 那老师你看这个视频 你看他的换处周围那边 他的腋下 腋下那边就有一粒 有一粒比较大路的 这一粒以前他是很像冰方球这样子很硬的 可是现在他虽然这里是软的 可是他的深层里面 他的肉全部夹住里面是很硬很硬的 所以我自己想说 这可能就是他的最严重的体伤的位置 我现在有跟我配合 就是说这个部位 我一定要进去里面的 硬块的周围那边慢慢揉开 可是他这样一揉 每次就是说我的手一定去轻轻揉 轻轻揉不到几分钟 他已经痛到不行 他要起来 他至少要几分钟的缓解 然后我才可以再尝试 那他也是非常勇敢 他很配合了 他就说他缓回一下让我再推 因为他自己有感觉到 就是说有推这些部位的话 他会比较 就是说回去的路途中 他会比较舒服一点 可是不到半天 他的手臂的那个问题 就会把他全部的精神就拉掉了 那这边缓解已经不算什么了 那我自己再看这里的这个体伤 好像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交叉路口 这边不解决的话 他整个手臂这边的顺畅度 可能也会受影响 然后直接的 他的那个患处的上方 那边也是有一个部位就很硬 他其实他整个患处这边有两个部位 部位非常硬 然后他硬是怎么样 整个肉就拉到一个集中点 然后就那个部位就硬的不可以 然后一碰 一碰他的周围那边慢慢靠近那周围 他就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这几次他来 我就有跟他讲说 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在这个部位 然后周围 他的患处的周围 我都是 你有说不可以 不要超过太多时间 因为他可能受不了 所以我就是比较深层的周围 这样绕一圈了之后 我就是集中在这两个很硬的这个部位 就大致上跟你报告一下 我现在是这样处理 然后他来 假如他的手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受影响了 睡眠也会受影响 是蛮棘手的 我是觉得蛮棘手的 你这样讲就更详细了 那我自己光看我也知道 第一个 他的体相一定很多了 要不然不可能整个手会举起来 然后会那么不舒服 然后你这样讲 我也能理解 就是这个患者他每一处都在痛 可是没有 因为我刚刚看你 他有时候会因为痛 脚会翘起来 我有看到 但是可能他在忍受 但是因为我没有实际在临床上 大概看整个影像 大概只能用传 那你经过这样详细讲 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像这么疾首的患者 我还是不主张 按的时间要很久 譬如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你按完 他很快就会崩回来啊 那这个还是一个热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涂姜粉 那也叫他随时保持温热 这个可能也是他自己要 自己帮助自己的 譬如他有时候也可以自己稍微涂一下姜粉 然后用眼红外线或是吹风机这样稍微吹一下 让那个手软和一点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 那你的处理一定有帮助 但问题是 他体力我看也不大行 那如果体力不行 你做的时间太长 反而会消耗热感 反而得不产食 所以这时候重症是以热炎为主 按摩为复 先保密 然后再看他体力慢慢恢复 然后再处理 他想立刻缓解 或是整只手没力 要让他立刻变有力 我看以他的体力 又不能柔肾 又不能柔久 可能还是要重症记忆的 你按的方式我都觉得OK 那经过你这样讲解 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也让你知道一下 这个学员他蛮 他自己在家里也是很努力 可惜的就是 其实他是单独住的 所以家里没有人可以帮他 只有一个朋友 偶尔可以过去帮助他一下 他有拍摄他睡觉的时候 那个灯照 他有三盏灯在照 然后他在休息的时间 他也是有灯照 然后又有红豆袋在那个椅子上面 他这些地方他都做得非常足够 就算他这样的情况下 他都非常努力的有做运动了 可是他也了解 必须要大量的补充内热油也是 因为消耗那么多 就要运动等等的 他会及时的补充 可是我有跟他提过 多数都是入不入出了 就是说他消耗的 连比他能够补充的够 所以我看我们再继续加油吧 我会跟他再共同一下 好 你们继续加油吧 谢谢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的直播内容是 2024年最新版本 老师继续讲疾病与衰老二 请不吝点赞订阅